民進黨你不應該一錯再錯 什麼叫一錯再錯 你一開始在講居住正義的時候 不就是你一開始說社會住宅要20萬 那社會住宅20萬 從一開始我們在立法院就發現說 哇你這個20萬原來 一開始就戳破這個氣球 為什麼 因為原來是這個12萬是要包租代管 然後8萬才是要蓋社會住宅 你一下子就把你的目標 從20萬減到8萬 因為其他12萬只是說 要幫助人家租屋補貼 然後之後呢8萬呢 你看到做到現在 我每個會期都在幫你統計 然後再計算你到底有多少完成 按照比例 你到現在根本就還不及格 這個不及格是說你已經開工的 我給你算進去 你到現在還是不及格 所以你現在應該要 這就是你第一個錯 你第一個錯就是你居住正義沒有做到 你社會住宅沒有做到 你沒有向人民道歉 你沒有向人民承認 接著現在人民站出來了 坐在凱達格蘭大道上面 你還要酸人家人數不夠多 這個事情已經不是說 你在全代會是不是穿很厚的外套 吹冷氣的問題而已 不管民進黨現在怎麼樣看他們過去的戰友 那個戰友叫做館長 那個戰友叫做黃國昌 過去他們對民進黨打天下 也是立下汗馬功勞的 就算今天他們的立場已經跟你民進黨站到對立面了 講話也嚴苛了一些 可是他擺著是一個沒有支持特定政黨 沒有特定的政治訴求的場子 你民進黨真的就像館長說的 不一定要派什麼蝦冰蟹這樣 你應該要尊重這個部分 就算你在開全代會你也應該派一個對在民進黨內有份量有代表性的人過去表示支持 因為你是現在的執政黨他們在抗議的訴求是你現在執政黨沒有做好的地方 所以這個第一個就是金惠帝的問題是這樣來的 那第二個我覺得他嚴重的問題是每一次民進黨在面對這種批評的時候 他都怪錯人打錯對象 一個是他就故意去譏諷人數很少 那個後果會怎麼樣就像剛才鳳馨講的 那個吳淑貞那時候績笑說 這個藍營要做313大遊行小貓兩三隻 其實我就是在立法院那時候當立委開記者會的那一個 當天我們就這個聲嘶力竭的 甚至淚如雨下這個用吳淑貞的控訴來動員 結果動員有沒有成功 動員百萬人隔天 真的是嚇死人的場面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這種歷史教訓 算是政治很低級的錯誤他們竟然也犯 跑去嘲笑人家人數太少 那第二個我覺得犯的錯誤是他的發言人 我覺得現在民進黨這個發言人 老是說錯話不曉得為什麼 他去罵說你柯文哲你自己在台北市 你講居住正義 你為什麼自己社會住宅跳票啊 你侯友宜你在新北市 你為什麼自己社會住宅跳票啊 這個民進黨發言人有沒有搞清楚啊 社會住宅是蔡英文的承諾 蔡英文在競選總統的時候 提出這個方案的時候 當時各縣市政府都告訴他不可行 都跟他講說沒有地 我們找不到地來蓋 沒有辦法 沒有數量 沒有辦法 他聽也不聽 他就是硬要把那個二十萬 剛才以信講了 後來自己縮水成八萬的帽子扣下去 問題是那你給地方政府 你有足夠誘衣嗎 這還是由內政部的住都中心在規劃 而且侯友宜跟柯文哲在選舉的時候 沒有一個人要呼應你的社會住宅啊 也沒有一個人有承諾啊 那你今天你憑什麼 績笑他們跳票對不對 你如果真的作為中央政府 你要地方真的必須現實蓋出量 你錢給他嗎 你沒有啊 你台北市新北市 你通通不給錢啊 那你怎麼能夠怪他們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